江段宇,咱俩都离婚了,你又打电话给我干嘛呀 芝蓉,你终于来了,我有事情找你 什么事呀,总是这么着急忙慌的 是这样的,我遇到点麻烦 借我一千块钱,我急用 什么麻烦江段宇啊,一千块钱够干什么呀 哎呀,你就别问了,我着急呢 再说了,咱俩都离婚了,你管那么多干嘛 爹,密码没改 哦,谢谢 哎呦 咦,干什么呀 江段宇啊,你跟哪个女人开房呢 给我还,赶紧还给我 我就纳闷了,你这演的哪一处呀 一边来找我接钱,一边跟别的女人开房 你这一句情乃都可以呀 哎呀,周芝蓉,咱俩都离婚了 我不用什么事都给你解释吧,我走了 小样,要知道你被跟过来 来了 我说江段宇啊 你耍什么花招呢 哎,纸若,你怎么过来了 你说我怎么过来了 我怕你被别人骗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赶紧把人喊出来吧 把什么人喊出来啊,这里就我一个人啊 你少在这装傻充愣了 难道你一个人来开房间吗 这事啊,我家里面清水停电了 我这出一身臭汗,我来洗个澡,真是大惊小乖 你别,你继续别 你觉得我很好忽悠是吗 你手机响了,不看一下谁给你发信息吗 广告不用看,都是垃圾信息 垃圾信息啊 什么垃圾信息拿来我看看 纸若,咱俩都离婚了 你管这么多合适吗 你说的对啊,姜东云 咱俩都已经离婚了 我不应该管你的 好了 都是我的错 我以后不会再管你了 我走了 从今以后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 哎,纸若纸若,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手机给你看,真的没什么 你盯这么多西餐干嘛 还有红酒 还有这么多礼物 你干嘛,你中大奖了 这都是几个月以前就预定好的 本来今天是我们结婚纪念日 只是没想到 计划改不上变化 哎,现在都用不上了 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话了 你的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 你不信,你看这 这,这 你这又唱的是哪一处啊 纸若 结婚三周年快乐 不对,那你为什么还要我借钱呢 那我要是不表演的逼真的话 你怎么会跟踪我来酒店 我真是对你很无语 好了,事情也说清楚了 房间定了,也不能退了 那你住吧,我走了 还有晚上的西餐 叫上你的闺蜜一起吃吧 你给我站住 又干嘛 你都说了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啊 难道你要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吗 那你还想怎么样 我哪知道咱们俩后来又离婚了 既然都已经准备了 那就不要浪费了 要不我们两个重温一下曾经的旧梦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是什么东西 我自然的故事 谢谢观看